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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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诗教仪记教观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 关于分段生死 编译生死 在华言五教仪当中 五教章 其实是五教仪中的内容 一样的了 那么提到了说 这个小死中遁见 这个死教当中 大乘的死教跟小乘的死教 那么所说的有不同 若一小乘但有分段生至究竟为 佛亦同然 是时非话 是时生 那就是实际的生死分段 不是硬化出来的生死分段生 若死教中为回心生闻 那就不同了 亦说分段至究竟为 佛生亦耳 然此是话非是 那么就是说 在小乘的概念当中 分段生是 他从凡夫一路修 一直到究竟为的成佛 在他眼中的成佛 其实证得的是必是佛果 他在他概念中是这样 甚至于认为 证得是阿罗汉果 在他的眼中所见的是这样 那因此 阿罗汉本来就是从凡夫分段生死 一路正成果位的 因此佛也是一样 这是真实的身体 那也就是生闻人认为 佛就是由凡夫修成的 这概念是这样来的 所以是时非话 就是实体的凡夫生 你看大圣就不说 大圣会认为说 他实体归实体 那还是佛硬化的 那还是佛硬化 大概概念里头还是这样 所以这看法不同 是实非话 若死教中为 那么但是死教 小死中遁见那个死 就是开始向于成佛之路前进 所以立为死教 接近天台中的通教 接近 不全然一样 概念不一定 不全然一样 那么在这个当中 他说是回心生闻 回心生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通教人就是说 通前通后 通于前就是生闻 通于后就是大圣的别教浮沙 他能够通于后 这里就是回 回就是回心生闻就是说 我本来是生闻 但我回心向大 这样子回心生闻 他也说分段至旧经位 不过呢 佛位也是一样 从分段到旧经位 不过呢 这是化神 非死也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回心生闻 是硬化给众生看的 硬化神 硬化也是 也是什么呢 其实他也是硬化一个肉体在那 但是他认为那是硬化而来 硬化给众生看 比如说大圣里头提到的这个 斯达罗汉 这个 这个 社利佛 穆建林等 这些就是回心 罗汉 回心生闻 是化而非死 他认为这都是久远以来 大圣菩萨硬化为生闻秤 硬化为生闻秤 硬化为生闻秤还是要四线 分段生死 就这样 那他也硬化为先修小秤 而在法华会上回心大秤 这样懂吗 是 那这个做法上是为什么 为了很多 凡夫或者印度的修行人 他本来是外道 本来只求自我了生死 那么因为这大阿罗汉的硬化 所以我 也跟着 勋学 那所以他势必要厌化 他要以 行菩萨道 可是他却要 隐大献小 他就是要度化那生闻人 你法华会上 当机众是神闻众 何以顾 大圣人不用你这当机了 大圣人都已经信仰大圣 法华会上就是要开全显十 会三归一 他要会三秤为一秤 开全教为实教 开就是挪开 展开他的本意 显现他的本意 我今天跟你开门见山说 那个开 懂吗 开门见山的说 说出他的本意来 是什么呢 我是讲实教法 我佛陀真正的教法 不是要你证阿罗汉 这个说法的对象 固然是所谓的 这个设立佛目见年等 乃至于这个弥勒菩萨等 这些声闻 弥勒菩萨不是声闻 这声闻 主要声闻弟子 固然是这样 但是在大圣的眼中来看 那是他视线声闻 来这里给佛陀 佛陀开玄险使用的 懂吗 要演 演这个 这个戏就对了 所以他是化而非死 若一直径中有二说 继位显十地中公用 无公用 出息二位差别故 即说七地已还 而有分段 八地以上而有便义 这是就我们原教 我们天台中做的 或者是这个 樱落经上面的所谓 所谓登地菩萨 八地以上是便义 那七地以前呢 是分段 就直径中说 就直径中说 什么叫直径中说 直接八心行菩萨道 的人说 这些内容 我在想 看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必 理解得过深 因为这个不是天台的 角度在看 我们是学天台 就带一下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 十地中 什么公用跟无公用 就是有修行概念的 叫做有公用的修行 跟无公用半道 任运修行 任运入萨布洛海 这样来分出息的差别的话呢 七地以前是有公用横 就是有公用横是怎么样 自己知道自己在用功 自己在进步 到了无公用横的时候 那程度更高了 念念岛归萨布洛海 就是所谓的佛性海 佛性之海 念念岛归 他与莫动静都是导入什么呢 导入这个十项 那是八地之后 那所以说八地有变异生死 因为他还在修啊 他倒归一直倒归一直倒归啊 他入萨布洛海 当然十项剑一直增长一直增长 他是变异的 这个说法 有出有戏 八地以后是戏 八地以前就出 七地寒 七地就是出 就时报而说 分断至金刚祭已还 金刚祭就是成佛之前 最后一分身相无名之前 这个十地中的烦恼杖未涌断 故留至金刚地 故有祸杖 云和而不得分断之身 这是讲说 这个菩萨还要度众生嘛 在成佛之前他都要度众生 那度众生平的是什么呢 在金刚祭之前 也就是他还有一分金刚无名 这个究竟还叫无名啊 那叫无名不是有祸杖吗 要有祸杖没有分断生死 不然会怎样 这个说法 看起来比较平易近人 也就是说 一直到成佛以前 你都会看到一位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菩萨 都还有分断生死在眼前 换句话说有可能你见到那位是 九地十地跟等觉菩萨 他就差一点点要成佛了 他也在人间让你见得到 就这个是这样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你怎么会通啊 你天台一般的看法说 那个已经不是凡夫见 见解能见 他大概在天界 八地之后都在天善道 不在人善道里头的 我没记错的话是八地 也是在八地做分别 有这个说法 那你怎么会通 我个人的看法是 那是医院而来 医院 因为就我们凡夫来说 人天是有差别的 对吧 就好像我们站在地面上 我们来看玉山跟喜马拉雅山 那个圣母峰 圣母峰大陆叫什么 什么珠 不要念那么快 珠穆什么 珠穆朗马 珠穆朗马峰 那么高来分的话 玉山跟珠穆朗马峰 是有差的天差地别 刚好差一倍 三千多将近四千 然后他八千多嘛 一倍以上 但是如果你站在月球上看 都一样高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凡夫来看分段不分段 凡夫来看十地啦 七地啦 当然是差别像 可是从佛 可是从他们的高位的菩萨来看 他不会被 他不会 他不会担忧被人家看扁 他也不会去在意他自己在什么地上 他觉得有缘 他发愿去度 他就去度了 所以千百亿化身是释迦摩尼佛 干嘛其他佛不千百亿化身呢 他的愿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 你看他来烧佛释戒 很惨的你知道吗 律上这么说 他说他为了要制戒 他得要跟那些罗汉们在一起 而罗汉为了要让佛制戒 他得去做那种很丢脸的事 很丢脸的事 我都不好意思公开说 很丢脸的事 男女很丢脸的事 讲那些男女很丢脸的话 来 他也还被听到 被听到了 还要被人家击贤 然后再传到佛那里去 佛才说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 如果说这种话的话犯什么罪 这些在律上来讲 连这种语言再描述一次 连我公开都不好意思说的 那种语言很难听的那种话 那种粗厄语 那个都不应该出在佛的经口上 可是他还是粗啊 他还是得讲啊 我不是说过吗 弘一大师人家请他写那个字典嘛 那个书法词典这样 他后来想想他不写了 因为书法里头每个字都得写 奸啊杀啊银啊这都要写 他不想写那个字 他觉得那个字他都不想写 这样了解吗 到这种程度啊 所以律上说佛的经口要去说 要去治这种戒啊 真是委屈他老人家了 我听听也对 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去啊 千百亿化身啊 来自说佛世界八千凡啊 他八千次来这里 每一次大概都干一样的活 一样的活 因为都反复 我们苏佛众生大概就是贪隐为相嘛 那就是淫欲心 淫欲的话语是很不好听的 那么他就只要治 那这是怎么回事 其他佛为什么不这样 阿弥陀第一 那阿弥陀他就没有来苏佛世界啊 搞了现在有一堆人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他说我们苏佛世界没阿弥陀佛啊 那我说本院不同啊 是不是阿 这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 他留着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视线着留着这个金刚无名 所以他各自的愿力不同 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说他本来就是愿力不同 所以他视线有烦恼像 OK的啊 OK的 因为如果不视线有烦恼像 他就不能来人间了 你不是世线来人间他就得 娶妻生子啊 要不然 哦 他这么神秘 长这么高 三米 然后呢 指得他太太的肚子就能生小孩 哇 跟我们一般凡夫都不一样 然后要出家的时候呢 爸妈呢 敲锣打鼓送他去出家 那没有人能跟他出家一样困难 那我妈跟他学什么 他得要怎样 他得要娶老婆生小孩 半路偷跑去出家 他得要呢 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 他得要呢 爸爸爱他 妈妈爱他 老婆爱他 儿子爱他 连五五百官都爱他 一切的爱都在夹在他身上 那就像枷锁 爱是一种枷锁 你懂吗 爱者妨碍也 所以是一种枷锁 你懂吗 都把他绑住了 爹娘兄弟姐妹朋友 国人全国的人都寄望的他 当年的 靖范王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国王啊 国家啊 周边有大国啊 虎视眈眈 但是自从出了一个希达多太子啊 见数百步穿扬 而且穿扬到什么程度呢 穿扬到一口气可以射穿三个剑靶 三个剑靶统从红心穿过 而且剑还继续飞 找不到那支剑 那把周边的强国吓坏了 这是超级秘密武器 没人敢侵犯 侵犯王的国 那大家都说要复兴 要复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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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族要复兴了 结果他跑去出家 伤了多少人的心啊 那个心掉满地 都碎掉了 玻璃心 是这样 那他在视线什么 视线说 我连这样我都去出家 我都走得开 那你有那么我那么严重吗 没有的话通通去出出家 他得要视线这种凡夫相 这个在他再来讲就是 要保留金刚或业无名 他才能视线 他不能三头六臂啊 他不能金光闪闪啊 如天神降临啊 那这样没有人跟他一样 谁还能够跟他一起出家 他得要像凡夫那样 究竟煎熬着 然后他还是输家 这样才怎么样 才叫伟大 才叫可学习 所以这样来会通就OK了嘛 来会通 因为什么 因为到底他是真的有金刚无名 还是没有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一切都如梦如幻 无无名亦无无名境 既然能够无无名 也无无名境 我也可以让无名出现 来帮助我利益众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根本不需要讨论 他到底真不真有金刚技的获障 不必要 存的都是本愿 都是愿力 所以愿力不同而已 愿力要有 他就视线有获障 愿力要没有 他就在长极光 在极乐世界 成就的是奥弥陀佛的样貌 他不会来人间 各有各的愿力 所以你要知道 释迦佛的悲怨红身 千百亿化身 十时行菩萨道 要这样 要了解这个 好 大乘法院逸林章 大乘法院逸林章 这是谁造的 这是 我这里有讲到 大乘法院逸林章是 这个 慧远大师 前慧远大师 跟 这个 俊摩罗斯大师的一些 简易的应答 那么在这里提到 说 分断生死中 有四摩 这就是我们 我们凡夫有四摩 那 请问佛四线分断生死 有没有四摩 有啊 我们说嘛 他不能四线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不能 不能 不过当然啦 不能四线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他如果四线出家 基本上也要守戒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 我说过了 我上一堂课 我开宗明义我就讲 但有一些菩萨 他四线守戒 他小小戒 他是会 适当的 四线有守 这也符合了世尊当年 入灭的时候无问自说 他说小小戒可舍 这原因 为什么要杜众生 没电 没电 电池 没电 哎呀 没检查 这样啊 这样啊 没关系啊 錄不到啦 錄到也会剪掉啦 喂 他呢 我刚讲了 就是也是会四线就对了 那 这个 他也会四线四种膜 那四膜 那四膜不起那个四膜 四膜 四膜 天膜 烦恼膜 死膜 五音四圣膜 天膜 死膜 一般凡夫 都还会一定遇到死膜 死膜是什么意思啊 面对死亡了然无知或恐惧 或者是刹那死亡而徒留遗憾 或者是死亡之前 这个种种 种种业脑来怨队 你以前杀猪杀狗杀鸡杀羊杀什么什么什么的 现在临死之前 兜兜来厌队 因为你的福报力已经降低了 是这样 那就死膜很恐怖喔 再来死膜的时候 死膜一到如四大分离 我说过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是自己用念力 用念力 然后躺在床上之后 我突然间让那个地大往下降 我完全可以感受那个地大往下降 上面完全僵硬那种感觉喔 一直到肚子的时候 我知道说 我就突然有个直觉说 如果再下去我就死了 吓坏了 上面全部不能动 然后那个下面那个地大 那个都挤在下面 不行 完全不能动 那你看真的四大分离的时候 这个地大还不止 地大水大风大 那个火大 火大就是寒冷 火大最后离开 那这个就是死的四大分离的可怕相 再来就是怨对相 你的福报力 减低 福报力减低了 护法神呢 就 就 要开始远离 因为跟你的契约关系结束了 圆的关系结束 那那个护法神一离开 哈哈 本来不能靠近你的什么 对 就过来了 该跺的跺 该砍的砍 该挖的挖 特别是在生重病的时候 跑没路 下属人了 第三种是什么 比如说 夫妻感情不好 临死的时候 那个死老公才出现 不出现还可以忘记他 现在一出现了 一辈子的恨全部跑出来 不是真的业障 真的 我就遇过这种人了 他还念佛 死不瞑目 我去跟他讲 我说 你老公那个 那个 会因果处罚他 你随阿弥陀佛去 他眼睛才 这样一摸 他才 嗯 意思是说输共 输出金口了 咒诅他 他才会觉得说 OK 还有一个是很好笑 他不愿意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大女儿 在美国没嫁人 又赶不回来 他非得要 听他女儿回来 等到他女儿回来 跟他讲说 娘 我要嫁人了 他才愿意死 我就问了他们家人 结果我怎么办 我早就骗死人了 我就跟他讲 你去啦 你女儿的婚事 我会帮忙啦 你去就对了 赶快去 他才 叔叔说的啊 那我相信了 哼 一种 结果呢 结果我也没帮他忙 因为那女的老是不嫁 是的 我就跟他恐吓 我跟你娘讲了 你不知道到底娘 晚上来帮我盖棉被 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善意的 善意 我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是当真的 所以我最终也把话 传给那个女人 所以在戒律上 我也没有讲谎言 但是你得为这个老人承担 你行菩萨道 你得为这个老人承担 不能骗他 当真 但是你不能害怕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我又没有跟你打包票 说我一定要做得到 我只是说 我会帮你讲啦 包在师父身上 就这样 但我也没有找个男生去娶他啊 我这样就每一架男女 我犯重罪 我哪敢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也只是说 你娘临终的时候啊 就老担心你不嫁人喔 师父跟他讲说 要传话给你 我看你还是尽量 好不好 我不能讲 你要去找人嫁啊 这样我也 我也有 不算媒合啦 媒合要男女献钱啦 才媒合 这也不算啦 但是 出家师父叫你去嫁人 这不很难听吗 那所以我也没这样讲 我说你尽量 然后那个女的也很四向 我说好 师父我尽量 尽量到后来我也搞不清楚 一直到我离开南普陀 都没听到尽量是怎样 我那个 我那个 把爹尼尽量的 我都没用 我后来都用什么 Panasonic 那个尽量 总而言之啦 这个就是这样 这就是死魔 所以死魔很麻烦 我在 我在 我在那个 我们这一次的 截下佛记当中 我们讲到临死的时候 还有一个最可怕 我们的无名 烦恼会被放大放大 极端放大 你比如说平常有一个人 这样摸你一下 你觉得OK啊 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 被这样摸一下 你会非常愤怒 你会痛 非常愤怒 哪怕是你最爱的人 或者你最亲的道友 你都会非常愤怒 因为太痛 但你又讲不出来 那你会恨 我是爱你怎样的 你为什么碰我 让我那么痛 在有些围死人 他认为说 那个是死已经走了 所以他神经不反应 错 那跟神经无关 那是意思 那是一种意思 那不是肉体性的痛 这就好像说 我们耳朵在听声音 对吧 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耳朵有没有在听外面的声音 没听到啦 对不对 我们睡着了嘛 旁边在讲你坏话 你也听不到嘛 可是我请问你 梦中的人 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听不听得到 你梦中能讲话 听得听得到 听得到吗 请问 你耳朵都听不到 为什么你梦中听得到 你有一个圣意根 你在梦中能听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你不要用浮沉根来看它 西方医学说什么六根不反应了 死了六根不反应 那是就浮沉根说的 浮沉 外面的浮沉的那个根性说 不是就圣意根说 当然有人说 圣意根是一种神经 维系神经作用 我觉得不尽然 不尽然 圣意根不只是维系的神经 神经基本上还是浮沉根的作用 你要知道耳朵能听是因为有那个神经的传导 传导到脑子里头脑子去解读 你才叫做听啊 所以这整个神经作用在佛教来看都叫浮沉根 圣意根是你的中阴生 你的六根 中阴生也是一种生命状态啊 它跟你死亡前的那个六根无关 那是你的什么 那是你的那个 另外一种中阴的六根 当然中阴的六根会不会基于肉体的磨触而痛 那是一种执着所生起的 所以说你在那里死亡了 医学上讲说死亡了 然后我就解剖取器官 第一 这个取器官的同时 它必须热热的 好了 死亡佛教的死亡是 暖 事 习 三者 有暖的时候必有事 就是意识还在 习没有 就习就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这只是死亡的一种一种条件 它没有具足三种 佛教基于禅定跟理解 他知道 这个是在大吉经 我没记错 是在大吉经 大吉经有相当多内容 其中有提到 叫习 暖 事 有习 有暖 有事 这三者都卸了 都离开肉体 才叫死亡 问题是器官 取器官才热热的去 那个暖都还在 你知道吗 那这样的话 不要说中阴森 根本还没进入中阴森 死亡是一个慢慢的状态 慢慢进行的状态 它不是开关的 switch on off 死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 不是 他是慢慢死的 所以死亡是一件 是一件没有人能帮你忙 你只能靠业力来自己帮忙 念力或者善根 或者佛法的习性 修行的功德来帮你自己的忙 死神太可怕了 死魔太可怕了 凡夫第一种魔就是死魔 天天面对的是烦恼魔 反正你也天天烦恼了 反正也熟悉了 今天烦恼那个明天烦恼那个 反正大家也变朋友了 所以烦恼魔理论上没那么恐怖 但是如果烦恼魔相殉到临终 那事情就大了 他就跟死魔结合 那事情就搞大了 懂吗 我说过 你不喜欢看到的人突然间在临终出现 你实在会气死 你实在会气死耶 八百年没见过面了 死亡之前他跑出来 谁 你那个不孝儿 要跑回来假装做孝子 好分离的什么 遗产 对 你也知道他干这种事 你气到不行 越气 然后就越烦恼 然后死魔烦恼魔结在一起 对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这种事 有 连师父都会遇到 师父有一个不喜欢的徒弟 早就已经溜丹 不知道跑哪去了 师父要死之前他给你跑回来 也要准备加入什么呢 这个什么 住持选举 把他给气爆了 也是这样 这烦恼魔 临终死魔 所以真的我们在死亡面前 死魔面前 一定要谦卑谦卑 再谦卑 不是谦卑 是这个谦卑 不是喝酒的谦卑 是这样 一定要谦卑 可怕 所以是死魔 烦恼魔 他常常结在一起 烦恼魔一天到晚有的 烦恼魔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有 这个有 有 有 天天最常见的 第一个是分断烦恼魔 那么所谓的五蕴 所谓烦恼魔就是五蕴四圣 五蕴四圣之魔 五蕴就是五蕴 蕴就是蕴结 就是蕴结 什么叫蕴结 就是 你跟外在 产生一个互动关系 你才会觉得你活着 或者你处在什么环境 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相互的蕴结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蕴就是指 累积的意思 累积而相续累积 那因此自认为有生有心 身心是一种连续的集合体 它一直在变化 但连续的集合 你看我们的细胞集合 成为我 我们如果把身上挪开来 骨头跟骨头 皮跟皮 肉跟肉 这样 那个我都看不到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它集合在那儿 就叫一个人 你可以想象 现在可以换心 换肝 换肾 还可以换胃 还可以换皮肤 你想想看有个丑丑的人 有个身重病的人 换心 换肝 换肝 换肾 换肾 什么就换光光了 然后呢 他又觉得自己不漂亮 又换皮肤 像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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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唱歌的 那谁 麦克杰森 他本来是黑皮肤 后来弄成白皮肤 哇哩咧 吓死人了 他居然是这样 他本来是黑皮肤的 他换成这种白皮肤 那你说 他还是他吗 还是他喔 是这样 所以换光光了 你懂吗 你想 我们彼此 男女贪爱 不也这样吗 换肝 换肾 换肺 全部换光了 里头只剩下那个骨架子没换 最后连皮肤也换了 到底女人爱的那个人 是现在这个吗 因为他认得你 所以你就说是同一个人 好啦 更惨的来了 老人痴呆发生了 阿里希夏郎 醒来之后 阿里希夏郎 这位小姐 请问哪里 这个 这个 我同班同学 段斌 他在 在 在马祖 还彭湖岸马祖 就是 一个车祸 直接死亡 在军中他不管你了 直接送进殡仪馆 结果是他的一个厂商 因为受他的恩惠 觉得他还没有完全死 要求军方直接透过私人关系 要求军方用急身机 把他送进台北龙总 这样他才活回来 活回来之后 一醒来之后 他老婆 他老婆 真的他老婆 讲得泪汪汪的告诉我 他说 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没良心的 他告诉我 怎样 一醒来的时候 我那个同学就问 这位小姐 请问哪里 真的要问他 然后他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弟弟 妹妹 好可爱喔 你爸爸是谁 问他的爸爸是谁 这还是你的爱人 你的丈夫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 还是吗 我们是基于记忆而说我是谁的 现在记忆不见了 那我是谁 我是谁 所以现在很多这种电影 活生生的我的同学 他就这样 你知道后来他靠什么医疗好自己 他依稀感觉怪怪的 他告诉我这样 那怎么办 他开始玩电动玩具 努力的用脑子想 用脑子想想想想 打怪打怪打怪 这样打了一个月 才开始认出来说 你好像是我太太喔 是这样 慢慢的是这样 这就是死磨跟烦恼磨的状态 五蕴所成 我们的生命样态 其实很脆弱的 你知道吗 当我们脑子失去记忆的时候 那个我已经不见了 所有的连结都不见了 老公可以跟老婆这样讲 谢谢你小姐 谢谢你这位女士 我要回家 你能带我回家吗 这就是你家 是吗 他这样问 那老婆完全崩溃 完全崩溃啊 儿子不认得 老婆不认得 家不认得 药也不认得 所有都不认得 还有她最爱的衣服也不认得 最疼的女儿也不认得 这个人还算活着吗 喂 这是四季大病 四季的大重病 现在 听说地球上没几秒钟就几万个人失忆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 最后看到奥弥陀佛像 这是哪位 完了 当然不至于啦 我说过 我有个信徒是在河南 老先生姓赫 祝赫的赫 他就是 他就是老人痴呆 临终三天 突然间醒过来跟他儿子讲 三天后 奥弥陀佛要来接我 一讲完 又变成老人痴呆了 他儿子说 他儿子想 打电话跟他妈讲 妈 爸爸 好像呆呆的 他说三天后 奥弥陀佛要来接他 是真的还假的 住上海 他妈说 对啊 他都已经痴呆了 他 他真的记得奥弥陀佛吗 三天后的中午 他就跟他讲 又醒过来 跟他儿子讲 儿子 奥弥陀佛来了 我要洗澡 把我扶正 他在想 我爸怎么会变这样 老人痴呆怎么可能会这样 讲这么震惊的话 然后就只好做给他看 帮他擦抑郁 擦身体 他就把他扶正 然后他就听他在念佛 你要帮我念 好吧 帮他念 他打电话他妈赶来 还没赶到 还是赶到了 他爸爸就 阿弥陀佛来了 咚 走了 全身柔软 听说还烧出小舍利 所以老人痴呆 只要你念佛念得下去 告诉你那是病而已 阿弥陀佛穿透过那个病 让你醒回来 什么你都不认得 阿弥陀佛基本认得 你看这就是功夫嘛 在家人 我曾经第一版我出版过的 那个五重悬疑讲记 就是他跟台南的蔡 蔡昌华老居士合作 帮忙教稿 那我改了两次 现在呢再重新 教稿一次 太忙了没时间 我要赶快再出这本书 那本书影响很多人 他就完全受那本书的影响 对阿弥陀佛信到底 蔡昌华也是 也是那本书信的 那时候偶义大师讲的 五重悬疑啊 那我是义的大师讲 我讲了两次 在我母亲往生的佛妻当中讲两次 一次国语在物光金色 一次台语在台东的样子 台东讲 台东还是哪里 台东还是十善事 在台东在十善事讲 一次在十善事讲 然后这样子之后呢 他把两个集结起来 后来我又做修改 影响他很大 很重要的天台的 特别是代表偶主意见的 天台的往生的 净土法门 那他就这样信到底 所以说临终要看佛力加持 你要靠自己 你已经老人痴呆了 所以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所以 这个五蕴所成 有时候你记忆一消失 那还算不算是你 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观察 失忆症最容易让你知道 那个我跟不我的概念 你爱的是哪一个 你爱他喔 这是你爹你娘喔 但他已经不懂得要爱你了 不是故意的 他不认得你了 不认得你 这叫做爱吗 还爱着吗 所以说众生在寻找的爱 好脆弱 很脆弱 很脆弱是什么概念 就是佛教是什么概念 叫你不要爱 错 他叫你在爱当中珍惜 在爱中转成清净法 你也不可能不爱啊 凡夫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家庭嘛 当然出家人是超越这个的啦 我是世俗凡夫啊 你也不能说今天 爱是假事物说的喔 所以 半虎假草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不能这样 这样变成佛法在拆散家庭嘛 当然不行 可是你必须转 你要知道爱很虚伪 不是虚伪 很脆弱 是靠着一个记忆在爱 很辛苦的很痛苦的 而且更痛苦的是谁 更痛苦的是自知得老人痴呆的那个人 他知道将要不认得你了 我最爱的人 我将要不认得你了 我连跟你say goodbye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 我完全不认得你 我一天一天的记不得你 一天一天的记不得你 最后我连说谢谢 你是谁 我都说不上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出来说 那个所谓的我是谁 是一种记忆所形成的我 当这个记忆消失了之后 那个我不可得了 不知道跑哪去 当然了他还在了 他随业力 将来你去投胎 你业力还会纠结出一个 一个基于这个业力所成的我 但是就现前已经失去记忆的状态 来说你那个我暂时蒙蔽已经不存在 什么的爱恨纠结都没有掉了 所以说你看爱恨情仇有这么真实吗 一点都不真实啊 这就是五蕴的概念 蕴结着 它是凝结在那里 即便肉体还在 你那个想蕴不见了 它是一种想 记忆就是一种想 想蕴 五蕴当中的想蕴 想蕴不见了 接着行蕴有些很难发生 他喜怒哀乐还有 他很弱 很弱 行蕴就弱了 受蕴还在 他还懂得痛 懂得肚子饿 这是受蕴 但想蕴已经基本上没有 所以他的概念就没有了 你是谁我已经不认得了 不认得 这什么意思啊 所有跟他的关系都归零 多少的爱他已经回应不了你 多少的恨他也回应不了你 去静坐想一下看看 诸位 这有多可怕 你越爱你就越懂得这个可怕 你要知道 所以众生从这里可以借由这个 这就是烦恼模的一种样态 再来 分段韵模 分段韵模就是五阴四圣模 烦恼模不是五阴四圣 刚刚跟你讲 是基于五阴四圣而产生的 现前出众烦恼 懂吗 逼迫性 有逼迫性 五阴烦恼不一定那么逼迫 爱染相他没有逼迫 你想要看电影你想要听音乐吃好吃的 他不一定逼迫啊 你正在享受啊 他也是一种烦恼 但是烦恼模就明白的有逼迫感 这烦恼模 五阴四圣模 五阴四圣之后呢 五阴四圣的五蕴模 结束了之后就来一个死模 死模 那么死模会被什么呢 会被魔王所牵 那就是所谓的天模 这些天模就是指魔王 牵你到哪里 牵你到烦恼的境界去投胎 所以天模是这样 这里的天不是指那个修行的清静天 不是 是指的阎罗天 这样子的天模 那阎罗天呢带你到你该投胎的那个地方 特别是恶的地方 你都可能去了 因为 无善可依的时候 天模就会带你去 那如果是善呢 第六天子 第六天子当中有 第六天的天子 他话自在 自在天当中 有 有天模 这天模跟他外自在的善的天王 是不一样的 分开 他专门带你到恶处 恶去处 地狱 阎罗天模就是 燕魔天 不 阎罗的这种天模 他就带你到地狱去 他还会带你去 那 退一步想 即便你升到天那也是三四院 把福报享尽 你又无福可侍 你连出家姻缘都没有 你的善功德用光了 福报被你用光了 都拿去享福 没拿来修行 没拿来听经文法 你要知道听经文法也是要靠福报的 你不用赚钱 你不用上班 你不用领薪水 你今天坐在这里听经 那是一种福报 这个福报 你如果当时不用在 不存在这里用 而拿去喝下午茶 你试试看好了 拿去哪里玩 整天说 说三道四 然后翘着二郎腿在那里 闲闲没事干 再说是非 你也把你福报用光 甚至于说佛门你是非 那你更把福报用光 所以啊 要哪里有草啊 这个草皮烦恼草 要把它挖光 挖光了之后 一楼还有很多烦恼草 还继续挖 你看这样不是漂漂亮亮的吗 你看了欢喜 众生看了欢喜 失物也欢喜 那不就是以欢喜心供养吗 所以要继续 继续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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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在庙上面 上厕所也是用庙里的资源 吃住拉撒睡也是啊 那你说你修功德 修功德不要拿来抵 你要拿来口袋里 你懂吗 你修的功德不要拿出来暴用 拿出来暴掉了 好可惜 要拿来将来修行解脱用的 临终解脱用 所以你要一直修福报 哪里脏脏 哪里有杂草 就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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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多好啊 那么就是避免天魔出现 你要有足够的福报之称 临终善缘现前 面对死魔烦恼魔 都很好面对 好 那么这个是在讲分断生死的状态 以上呢 所说呢 是在讲说 藏教人修行初分断生死 这件事 他讲初分断生死 原文是在讲这个事 初分断生死 这个所谓的初分断生死 这个所谓的初分断生死 原文是在讲这个 那 你看 开示 界内顿根众生 令修西空观 令修西空观 然后呢 所谓的西空观 就是观察地水火风空事 等 无我无我所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这个 有提到 西空观能修 他能够断 分断生死 那么这个呢 是小乘人 他梦寐以求的 不用再来什么 不用再来六道 中轮回 有这个分断的生死 至于说变异 无所谓啊 我到天上去化身 我出国 我到天上去化身 我继续修啊 乃至于我到人间来再修啊 来往七次啊 那这个 这个分断生死 当然还在分断生死内 可是呢 等到这个分 这个分断生死一完成之后 我就直接的 一定能证过 他我利用这个分断生死 我证 出离的 变异生死 一路 一路成就 那么就这样而言 分断生死呢 是 生文人 的冤家 所以 要修 可是我们已经提到了说 就菩萨来说 那不叫冤家 那反而他还是发愿要去 这样听懂吗 这就是大乘跟生文乘 最大的不同 在这里 那么这样讲起来 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第一 我们也不能够像小乘这样 厌离分断了 我们要懂得出离分断 像他这样 我们也知道 他之所以要出离 是因为分断生死很恐怖 怎么讲 你一次的分断 夜远又来 你比如说 我重新去投胎 重新去投胎 我会遇到一个好的妈妈吗 好的爸爸吗 我会遇到好的师父吗 我会遇到有学佛的同参道旅吗 这些现在坐在这里的 或电视当中的 大家有缘一起共学的 将来还在吗 还能够共学吗 不但能共学 还有好姻缘吗 难说 就我们凡夫来讲 是个变动不拘的 乃至于有一个安平的盛世 和平的环境 没有风灾 天灾水灾 战争之灾等等 国家成平 经济 经济基本稳定 然后让我能学佛吗 哇 要学佛好多姻缘了 还有六根能聚足吗 瞎了 聋了 手脚坏了 也不能 也很难学佛 或者是 烦恼很重 重到家里了 什么事情都让你烦恼 根本无心听经 他讲出来话 就是烦恼 我就遇过这种人 人好好的 六根巨足 可是说什么话 他想要学佛 讲出来话 就是烦恼 奇怪 听人家怎么说善的事情 在他的耳朵里听来 都是坏话 要不就讽视他的话 他就听成这样 要不就他起怀疑的话 暗示不听 难重 年轻人 他很想学佛 他也会去行慈善法 他也愿意 但是听到就是这些 那结果呢 烦恼一起来就自杀 他给我看 你看那个手上 十几二十条 自杀的痕迹 他跟我讲话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他就会这样 你想你下次投胎 要是搞成这样 你想学佛都很难 所以古德说到 今生得到的 是手上一只鸟 不要忘了下一世的两只鸟 很难保证 你投胎在哪里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今生就把它搞定 藉由今生的因缘 你看看诸位坐在这里 无论你老如少 或生或俗 从刚刚做到现在 基本没发疯 也没跳起来 还能听得下去 而且还听了好久 听到现在 应该今生大用这个因缘 一次把它搞定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懦弱 是因为我们把握机会 能赚就把它收回来 好过你处在银行里 人在天堂里 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功德在银行功德 人已经往生 没收归 又去投胎 下一次 很有功德 很有福报 做富二代 或者去干总统去 很有尊严 但是福报爆掉掉 蛮可惜的 怎么办 通通把它会归 投身极乐 往生极乐 今生也行菩萨道 功德通通倒归行极乐世界 去极乐世界 那念佛该念佛 诵经该诵经 服务大众就去服务大众 一切功德倒归极乐 偶一大师就这样讲 若善若恶 通通倒归极乐 今生一定有善有恶 恶的起惭愧心 倒归极乐 善的起意念心 起恐怖心 说我这个善 万一给我做成 下辈子去去去去去去去 又去投胎做富人的话 哎呀糟糕我会难忍 所以我也不要用了 我要都把这个拿来投身极乐 用这种观念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一次的分段生死当中 我们初离分段生死 但也不像僧文人这样子 就在三界外 我们是的 在极乐世界是在三界外 但我们回路说破 在极乐世界有大善之士 他不会让你学小乘人 为什么 因为四十八院当中说到 唯二秤与女人不生 生到那里不会再有二秤人 不会再有小秤人 也不会再有女人 虽然四线小秤的清净庄严相 所谓的泄脱相延伸 以泄脱相来庄严这个身 但是最终会回路说破 因为我们都清净大善人 在极乐世界都是经诈政法 那这样子就保证必然的回路说破 所以我们还会再回到三界内 那这个呢就是在极乐世界 似乎出了分段生死 但基于本愿利固 所以你看以愿为前倒 那以过去的善 恶业或善业为因 以愿为前倒 你回路说破 进入分段生死 行菩萨道 可是这一次的分段生死 跟我们现在反复的分段生死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已经 勿无声忍回来的人 所以能够视线各种因缘一样 来度化众生 古德讲说 这样子呢 第一自己不颠倒 第二有大因缘大功德 能够利益众生更多 那这样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有不思议的功德 能够让众生产生意念 怀念跟信心 怀念跟信心 你不是这样得灯和尚吗 他说有一次 我们有居士载他 要去某个深山里 的一个他徒孙的地方 然后他也没有顾客 也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导航功能 没有 然后呢 开到哪里了 有岔路 他就跟他讲 左边 右边 前面 走哪边 走哪边 从来没有错 就直接到了 然后居士问他说 师傅你是来过的 从来没来过 那你怎么知道 注意听喔 他就讲 他就随缘讲 就掉三绳来问 哇哩咧 他就跟他这样讲 掉三绳来问 你看 但是呢 他还是会烦恼说 有人说他喝酒 他还会视线这样 你懂吗 他还会唠唠叨叨的说 你看谁都在背后说我 说我抽烟 说我喝酒 我没有意思叫大家抽烟喝酒 但他老人家会视线成这样 但他就直接跟那个在他的人 那个人是谁 就坐在那里 那个人 在他的人 是那位老兄 在录影 在录影不要讲他的名字 他告诉我的 他就这样 然后问他说你怎么知道 掉三绳来问 掉三绳 然后我问他的另外一个弟子 他说那老和尚现在怎样 他说会再来 我说会再来 我换佛寺帮他准备好疗房了 赶快来换佛寺 我们开始念他勾招他来 他说他会再来 你看 他就再来 他明明说来了很累 他还再来 他有能力啊 你到极乐世界之后回路说婆 你就会再来 你就一路再来 也可以 他有没有去我们不知道 没问他 下次真的再来 他到底视线成怎样 我们搞不清楚 会不会继续抽烟喝酒 我们搞不清楚 但是呢 我希望他早点来 那这个 我们疗房 这个当家事务努力一点 多准备几千 让他选 是这样 他说他 他摆明的时候会再来 就是这个样 所以说这种分断生 对他来讲 是利益众生的因缘 就你看很明显看得出来 不过 我还是说 我们调和的方法是 我们到极乐世界 那时候再来 你自己明白了 像他这样很明白啊 他都跟你说我会再来 不用补挂 不用看命 也不用禅定 他直接告诉你说我会再来 但我 我也会觉得他再来的情况 他是怎么告诉周边的人说 我来了 我也搞不清楚 你看释迦佛他来 他也没有说我来了 我是过去古佛再来 他也没这样讲 我千百亦化身释迦牟尼佛 他也没这样讲 他只是走了七步 指天指地说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之后就恢复成小孩子的样子 他娘他爹 只是很担心说他以后会去出家 建了三个宫殿 春季宫殿 夏季宫殿 秋季 他没有冬季 春夏秋 一季四个月 我们是一季三个月 他是一季四个月 让他去自在过日 就是要把他绑住 他也不清楚释迦佛 到底是情况是怎样 也是别人用算命来看的 他也没有自己说 所以说得等而上如果再回来 我看他也不会自己说 只有有缘的人遇到他 他应该是不会讲 是这样 我是跟他有缘的 我跟他见过面 也聊过天 他也当场抽烟给我看 他还约我要不要喝酒 好好笑 我被两个和尚约喝酒 一个是德登和尚 一个是北部的 那个 新道 不是 北部 对 新道 好像三个了 又多了一个新道法师 那还有一位 已经原籍的 已经原籍的 休学长老 修哈 听过他的人很少 很少 住在哪里 住在那个 那个现在的五 五号高速公路下方 那是哪里 好像要到土城那里 哪里 忘记了 他有一个叫 有一个毛棚 那个毛棚通 他身上的衣服 通通是到冰衣馆捡来的 洗完身上穿的 那我去的时候也冬天 也没有很冷 他就直接说 欸 法师来了 把最好的酒拿出来 他酿的最好的药酒拿出来 啊 那个时候年轻啊 我听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就笑笑跟他讲 我坦白跟他讲 我没喝 啊 没喝啊 算了 是这样 他真的约我喝 要我现在我敢不敢喝 我也在想 我要看当时的情境 我也不敢打包票 那是这样 他老人家真的很自战 头发长 头发也是李光头 然后呢 穿的是一般的 上面有血水的衣服 后来他弟子告诉我说 那件衣服是 T恤有领子的 不不不不 衬衫 我说那件怎么回事啊 他说 那就 殡仪馆 第一殡仪馆 第二殡仪馆 捡来洗一洗穿的 也是很特别很特别 专门在杜鬼的 那德登和尚是杜流氓的 你看看 这样 这就是我亲眼 都遇过的 而且就亲近过 就一次而已 也算亲近啊 我都很恭敬啊 我都很恭敬的亲近 是不是能够靠这个缘 他们能回来万佛寺 不知道 现在就打妄想想一下吧 我们一起想一下吧 好 那么这就是分断生死的状态了 那大家要能理解 分断生死 对菩萨来讲 他是以利益众生作为因缘的 作为因缘 那么大圣一章讲这个分断生死的各种内容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生文人修所谓的西空观 他出分断生死 那么这个我们的本文呢 是在讲这个事 当然了 分断生死在汉传佛教 常常被认为是很恐怖的 要离开的 这是其实是基于生文教法的内容 我就说过到了后期来 大小秤的看法常常揉在一起 被古德所 被我们的大德所说 所以一方面我们修的是大秤法 一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小秤的见解 比如说出离生死这种概念 那么在早期的大秤的教点当中 他是以了之生死 但是呢 有告诉你回入娑婆 这种分断生死的概念 菩萨他是入在生死当中的 那么这种呢在近代 也有法师这样讲 但常常他是不是主流 主流大概都是我说的这样 求生极乐 回入娑婆 杜颂生 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末法 业障重 恶习重 所以在末法当中呢 我们再投胎 然后有善因缘的机会很少 这样子讲 那么这也是古德的慈悲 他告诉你 与其这样冒险 不如大家去极乐世界最保险 听懂吗 但注意哦 仍然有菩萨 他还是会再来 这样知道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对于没有发愿枉生极乐 而发愿再来苏法世界的 我们不要毁谤 我们也不要嘲笑他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 他不是主流 但是以这样子的教典来看 长期来看的话 那是大乘教典的主流 再来苏法世界 它是主流 反而是特意方便的极乐世界 那是在唐中叶过后 宋朝隐将渐渐浮出来的见解 是这样 早期汉传佛教他并没有这种说法 那么我这样讲明了给大家知道 我没有说大家就要再来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告诉你 更持平的来看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里头是存在着 回路娑婆再来度众生 特别是以没有往生极乐 就直接再来的 是有的 是有的 只是慢慢的转型成为 都往生极乐再来 包括我现在我要对诸位讲 我也是以这样做为安全 这样了解意思吗 因为我不认得诸位状况怎样 哪怕我自己下一次要再来 假设我没有去极乐世界 我对诸位我也是要劝往生极乐 我也不劝直接再来 了解意思吗 我直接再来是我的事 但诸位还是往生极乐吧 这就是我解答了 有人说讨论说智者大师 到底临终是往生极乐 还是往生极乐到场 我说这个无关啊 重点在于他劝大家往生极乐 那是他 他个人有个人的密恨 但是他劝众生一定是劝往生极乐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子做个总结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那么明天后天再去继续上 向下闻常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自归以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丧心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神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自归以身 当愿众生 同理以大众 同理以大众 一切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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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毒苦 下祭三毒苦 下祭三毒 若有见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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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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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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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继续录 但是不要直播